这个无土栽培啊 那个种植草 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做无土栽培的种植草啊 成本都比较高 这个是我服务的一个基地啊 然后在这个基地当中呢 为了降低这个无土栽培的种植成本 在种植草这块我们又进行了 进一步的一个 就是一个变化吧 来降低这个种植草建造的成本 可以看一下这个种植草是怎么做的 因为这个棚呢是要种茄果类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草啊 这是两个杠之间啊 是做成草的啊 这草呢 间距呢是30公分 然后草和草之间 间距呢是1米3 实际上也就是1米6的间距 是这样做的一个大门长寿的大小行 然后呢 做着草的材质可以看一下 大家一看都看明白了 就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橡管啊 就是我们装修用的那种高强度的橡管支撑呢 同样是橡管 然后呢 让他们用一个三通连起来 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无论从施工上来说 包括橡管一米也就1块钱 整个成本一下子就降下去了 刚才说的是建造成本的 大家就说一下 这个这个草怎么去做的 首先呢 把这个橡管我们做成一个找瓶以后呢 桥高呢是20公分 然后呢 在上面铺塑料布 看到没 铺平它 铺平以后呢 我们用那个 就是建棚的那个卡扣啊 25号的卡扣 直接把塑料布固定到这个 这个横杆上面去 然后多余的塑料布呢 我们遮过来 遮到这个地方以后 用土一埋 拌埋事 然后这里面呢 就形成了一个草 然后草当中呢 我们打两排孔 让这个水呢 浇水水多了时候 我们就渗到地面下去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呢 塑料布呢 不打孔 然后在这个塑料布上面呢 我们再做一个 那个地步 渗水的地步 在地步上面铺几支 水呢 直接流到这个塑料布上面以后 然后再排出去 两种方式都可以去做的 一种是稍微简单一点 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做无土栽培的成本呢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啊 现在这个无土栽培啊 种植啊 已经非常亲民了 所以说我们种植户啊 如果想改变我们的种植模式 无土栽培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并且很具有发展方向 是一个不错的 它是一个不错的 是一个不错的 它是一个不错的